华为开发者大会即将开幕 鸿蒙OS或正式亮相 华为官方宣布 华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开发者大会 将会在东莞松山湖举行 之前媒体表示 华为将会在今年年底推出搭载鸿蒙OS的终端智能手机 售价在2000元左右 今年下半年和明年是5G飞速发展的阶段 对于拥有自主研发5G芯片的华为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除了5G的研发 前段时间曝光的荣耀智慧屏也将在开发者大会亮相 根据目前曝光的消息来看 这是华为研发的智能电视 随着禁售令带来的紧迫感 华为推出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势在必行 华为在海外市场的智能手机销量已经大大受到了影响 中文字幕提供